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時間晚上九點左右 我開始之前再說一次 如果劉正現在不再... 我相信劉正是迴避究竟他是不是 巴別塔吉塔或者無神人者的 巴別塔的網主 即是他不斷做了一些人生的言論 還有不斷加帳戶 他有很多加帳戶的 那我就會當他是 因為我根據我收到的DMCA Counter Notice 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些手足麻煩你問清楚這傢伙 他的老婆是誰 這件事很簡單 不複雜的 因為他這個人是收命令人做事的 是很清楚的 他收命令人攻擊什麼人 大家心指同明 他收誰的命令人 周顯有關的人都沒有一個是好人的 我相信 所以 任何人 你知道周顯相關的人 包括那些混水 那些人 我覺得不需要客氣的 舉報 舉報和禁止 很簡單 他多刪一個新用戶出來 每一個人都會移動到他 那些人的塔皮為止 我就想知道你陳樹想玩多久 我就會找Sugarberg 你找Netclic搞不定 我上次找過Netclic 結果陳樹要包庇 由Shutdown 變回復活 可以這樣都可以 但是那個DMCA Notice鍵 收過三次DMCA Notice 其實任何Page都要Sugarberg 這個Facebook的規矩很清楚 因為這個是repeach infrinter 這個 Facebook的規矩去了哪裡 當然 他的Patreon 我會找人查 他的Patreon 所有 他收了一個叫無神的 就是巴別塔的YouTube Channel 他的影片 所以你告爆那個頻道 就應該玩完了 跟這些人說多都浪費氣的 這些人 這些人就是不務正業 一天左右就在那裡 他找一些假的 不要經常說牛仔 不要經常說牛仔 但是呢 他是Subscribe 星期二得道的 我講過 我不歡迎那些Subscribe 星期二得道的人過來 那些 我講過很多次 這些人渣 黃毓民就教出這些人 破壞香港民主運動 這些人真是仆街 這班 真是要清算的 這些牛仔入口 好了 言歸正傳 今天Financial Times 今早上 報的 就是呢 那些什麼 雙湯啊 那些 那些仆街公司 居然都仍然還玩到AI 用到這個 A100的晶片 那些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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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究竟他是怎樣做的 我用三招 這三招 我可以講 這班人 我其實很尊重的 唯一一件事 就是呢 喜歡做仆街 又玩硬了這些規矩 很多AI 今次多了 這班仆街 不少 告訴你 這三招 第一 他呢 就用那些 cloud 那些 的 雲端的服務 那些 就是 可能 部機當然不會放在中國 因為不 export到中國 那樣 或者是之前 已經是中國買過的 雲端的公司 中國之前買過一些 有些在那裡 有些負責 他就 他就租用那些雲端服務 OK 那些 data data set 就 放在cloud 那裡 總之 cloud 不 sensitive 的東西 就在西方國家的cloud 那裡 train 如果 sensitive 那些就放在 中國那裡train 就是這樣 乃至上 這個是第一招 第二招 就 好像租車 租 租 A100 因為始終是Hardware 就是 整部機本身 他就不屬於那間公司 租的 但是問題是 你租 他的ownership 仍然 名義上是一間公司擁有的 這麼混賤都 這麼混賤都會有的 這些做法 第三 就是 找一些 古型精怪的空殼公司 我想是 somewhere 成岩很多 那 用空殼公司名義買 然後 再 想辦法 帶他回中國 這樣做 這樣做 這樣 用空殼公司 買名義上 那張卡是屬於空殼公司 那不會 用到美國的sension 那現在 因為financial times 知道這件事 他就 問美國商務部 現在 怎樣 有人這樣 怎樣 迴避那個制裁 那怎樣 其實 他這個 我怎樣說 這幫中國公司 玩懶了 有些規矩 你用雲端 來做 機殼集的 我想 我作 一個創 我有創業這些 有機 我都不 我不說 我自己做 exactly 做編犯 AI 我想 作為一個創業人 我 不 我覺得中國政府 這樣搞 你去救很多人 西方學家 因為 因為 一般來說 你買雲端服務 是很容易的 實際上是很容易的 真的 老實說 你 最初 是一家 AI的公司 你不會一開始 用那麼多錢 買個A1-100 你 有錢 也不是這樣浪費 因為 你有錢 你說 AI最貴 未必是Hardware 最貴 是找個 Program Train 你 CheckGPT 可以 很多不同的Program CheckGPT 不可以 進行AI的Program 他不可以自己 學習自己 他不行的 現在 所以 變了 而且 你都不會 他每次想用TrackGPT 因為 你有一些 你不會想 給外面 知道 但是 又 不捨得 花錢 買 就是 人家說買 那就用雲端 就好像 用Linoc 用Digical Ocean 那樣玩而已 其實 玩法差不多 問題是 以往 我們雲端就是 Credit Card給錢 Full Stop 他不會問你是 用者的身份 要你審查 要你 可能要 審你身份幾天 審死官 審幾天 然後再 再跟你學 開始個Service 你現在是中國班 玩硬規矩 喂 你大哥 肯定之後 美國政府要求那些 Cloud 服務公司 香港有這些 在租AI 雲端服務的那些 全部 和我審查身份 因為當然 我們沒什麼所謂的 我們 有西方國家 國籍 住在西方國家 身家清白乾淨 沒所謂 那 那就煩了 無緣無緣無故多了些 你中國班人 真是 我想說 共產黨是自私的 這班人是混蛋 我到處都玩硬規矩 你由劉政 一開始我講劉政 玩硬了Facebook 當然他有份 到 玩硬連登 不用說 他業行 完全是混蛋 這傢伙 這傢伙 找他清算 這傢伙 賣手足求榮 這傢伙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收香港人 一些錢 香港人 絕對是一個 EVO機構 不用說 好 接著 問題是 你現在就怎樣 在Cloud那裡玩硬 接著你說租卡也是玩硬的 租卡是怎樣的一回事 租卡就是 可能有些Data 你不方便 雲端我覺得不方便 或者 你要將Data 出出入入雲端 譬如 Graphic Video 那些 這麼大的 但是你 進出雲端 你給Data Fees 都給你破產 那你要In-House 做 那你In-House 有些便分其副款 但是有些 你不想分其副款 你那些 你可能是一個 項目 我直接買 我就好像 很昂貴 OK 那我就買一個 我買一個 A100 或者工 有些是工的 以租代工 OK 可能你工到某個年期 如果你租某年期 那張卡就送給你 我不要 我交給你的 免得電子費 回收的責任的問題 都賣了 那問題就是 有些就是 我租 我打算租 可能是一個 short-term project 我做了short-term project 我租一張卡 我沒有想過 要交這麼多 paperwork 我又要美國政府批准 現在就慘了 以後可能租卡 都要向美國政府 沒有邁審 沒有邁審 或者沒有 相關的證明文件 不准租 這個真的 所以我說 中國政府 這班有的 真的是陷阱 肯定會 實施這些規定 第三 你說 用那些空學公司 那沒有東西的 以後所有 這些買這些 人們全部 online 買 online 買 我去檢查他們的身份 以後可能那些 以前那些 賣這些 是質質薄 不多 現在就沒有了 我猜 譬如他在歐洲買的話 他真的要檢查你 那個戶籍才行 那個adress registration regional permit 那些東西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中國玩硬 這個地步 所以你說之後 美國政府會怎樣做 美國政府 可能就是怎樣 你現在 有那些 新興的 雲端AI的公司 沒有了 或者不是沒有了 他要你設定一個系統 你要證明那個人 不是中國 即是不收得中國的信用卡 不收得香港的信用卡 你一定要有一張 overseed debit card 不用這樣 這個最基本 但是我想 就算有overseed debit card 他都會再檢查你的身份 是不是一些 叫做 身家清白的人士 如果你是華裔的話 他可能檢查你 是不是那些XYZ姓氏 那幫混蛋 可能用一些 有居英權的香港人 做拍手套的 之後 那就麻煩了 以後就怎樣 連香港人都檢查他 因為你知道居英權 那些BC 有些藍刀 就是為什麼要見錢 開眼的嘛 你知道那幫 那幫 那幫 那幫真的會怎樣 為什麼要去英國整個空殼公司 為什麼要代人買卡 那些 他做出這些 我可以講明出來的 破壞他們的財務 我建議美國政府 真的嚴查這些事情 那這些 那這幫人怎麼會做不出來 那這幫人 一天到一刻 就把那些贖帳 中國人是這樣的 或者那些加拿大 加籍 港人 因為不是XYZ姓氏嘛 然後就做這些事情 因為有一幫人很癌的嘛 所以西方的情報部門 是要對那些 恐鬼男啊 或者扮擊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紅到爆啊 那些這樣 有一個情報搜集 就是這個意思嘛 因為這幫人 有一部分是搞電腦的 比如你說那些熱狗那邊 你說 有幾個搞電腦的 我現在就不拿他們的名字 那幾個 那幾個 我一定找出來的 我知道那幾個 我知道那幾個 你可能 怎麼樣 幫民族做這些 帶敏感的事情 那些事情 你這幫人怎麼會不做啊 你們這些混蛋 跟著 跟著 以後那些中間的問題 是大件事的 中間的問題 是大件事的 以後 其實以後 買這些東西 基本上 正如我所謂的網上買 deliver的地址 有可能是這樣的 因為 譬如你 以前買這些 電腦的東西 都會找些代購買的嘛 代購那些 是用墨牛公司的地址 多數是墨牛公司的地址 現在不給 分中就是 見你那個地址 是墨牛公司 馬上不給 馬上把單單都隨消 推賣錢給你 我怎麼知道 你會不會往回中國 我怎麼知道啊 你們這些 有什麼做不出 沒有什麼做不出 沒有什麼做不出 老實說 你看 每個人都做什麼 不知的 狗屍垃圾都做得出的 不是第一天的 因為 中國人這種 月根性 是沒有得交的 所以你說 之後 以前呢 買東西代購 建議的 麥牛公司鎖 最多是怎樣 在那些名牌衣服 因為 免得有水貨 但是現在以後 可能是美國商務 會要求這些 好像 A100 那些 這麼敏感的東西 全部要走這種規定 就是以後做 大 中型 或者大型 那些 賣 Electronic 那些網站 都可能有這個系統 可能就是 Check Address 做 Address 做 Address 做代購的 那些就馬上 Bank Queue 因為 那些地址 沒有東西的 因為 一定有古怪的 或者 譬如這張信用卡 是香港的 但是你買東西 那個是 Degiver地址器 某間 麥牛公司的地址 那不用這樣 或者可能幾條 十幾個不同的香港人 中國人 在那裡買東西 但是都是運同一個地址 其實 麥牛公司的地址 一個人倒進去 怎麼說 不做起張單 因為 誰知道你會不會是 有些 Inegal Export的東西 我誰知道 很難說 甚至 老實說 帶這些東西 帶進去 怎樣 帶進去 行李箱裡 如果你不是有 情報搜集的話 都未必發覺 這個真是 這個真是 好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以後 其實英國正在改公司法 英國 英國成立的公司 就 它會檢查你 它會抽離檢查的 檢查你的身份證明文件 多數檢查身份證明文件的責物 就會交到銀行那裡 因為銀行 銀行就是一定要檢查董事的文件 不用說 就是一定要有合法的 那些 那些 它一定會檢查的 那些 銀行檢查 不是 公司檢查 但是 它現在 英國正在收藝的 它就是因為 太多中國那些 空巷公司 在英國搞事 那樣 就說 以後所有 在英國成立的限公司 都要出事 這個 Passport 那些公司註冊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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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註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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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這個 那些 已經開始 已經這樣玩了 我相信 那些 是 以後 全世界 的公司註冊 都會收緊 剩下香港 香港不收緊 不重要的 因為香港知道 你賭大 香港是 不收公司註冊 就是香港就跑去收金茶叉嘛 就是你有古怪啦 那以後香港公司註冊的那些就全部不用買東西了 就是香港註冊的公司不需要 就算是外國人控制也好 它也不需要,你也買不到東西 買不到A100那些 完全買不到 所以你說香港還發展AI 你發展你有沒有的 你說發展AI,如果你是打算做AI的那些 就一定是 在西方國家做 甚至我覺得查GTPT其實應該要考慮 我知道好像 劉政這個混蛋,我不知道他怎樣找個戶口回來玩 查一下這些戶口是哪些人提供的 就是肯定用VPN 甚至我不知道他有沒有VPN 但是肯定有些古形精怪信用卡 中間適合 查一下哪些人做的 Bank全部拘捕這些人 就是這樣 中國政府有關的 這些人就是 那些XYZ盛事那些全部抽出來 全部Bank全部 可能是這樣 以後全部都那麼涉及AI的 總之 看你是XYZ盛事啊 用香港IPS 那些全部都不用玩 即是你要發展AI 即是你要發展AI 你真的有心 你不是幫中國政府的 香港人 去外面 去英國讀書 即是英國讀書 他都會查你 他都會查你蟑螂的 你讀到碩士那些 但至少你查你蟑螂 如果你是 BNO 如果你是BC 就不必要查你蟑螂 但BC呢 其實 居英權BC 其實呢 老實說 你不要以為你BC很大 你居英權BC 因為居英權BC很藍 很多人都很藍 不是全部都是 但是很多都是 變了 其實 有些是老到老母的警察 有一批是這樣的 是公務員 我相信英國政府會 找人暗中監視這些人 如果你是讀AI有關的那些 沒什麼 因為 你我AI來做監控 維吾爾人做 這種仆街的事情都做得出來 西方不然 你怎麼用AI去做 公台什麼 那些 你做 你習近平做這麼多仆街的事情 即是這個人 找人家的科技 去做這麼多仆街的事情 西方國家一定會做 不會不做 差再怎麼做 金融時報這樣起出來 當然我覺得它是收好封的 即是隨時有人提 即是這樣漏給它 然後沒事的 金融時報的報道 一拿出來 跟著 大家 一對就明白了 甚至IT世界裡面 其實都要抽光剿殺的 以我所知近來 Google好少少 Google 因為Google 之前裁員的時候 裁了一批香港人 因為是香港的那些和華職員工 我知道 裁了一批人 那些事情開始正常 還有因為它開始 就算Google 有Apple 也開始要著造印度市場 印度比中國還要重要 中國市場開始侮辱他們 他們的意識到 意識到最大的market 而他們就開始炒毀了些中國的小孩子 美國這方面,小的有小的東西是好的 轉得很快 那我看看你怎樣 只有Facebook才這麼傻 Facebook才這麼傻,你相信中國仍然有前途 Facebook這間公司那些管理都不是好 你看到現在都還在玩元宇宙就知道 那些股東吊到蘇格普,塔皮都還在玩元宇宙 你都知道這傢伙都不是好 但是無論如何,如果你要學AI的東西 你真的要發展在AI這個事業 如果你覺得有錢就有這個 潛質在這方面發展 你一定在西方國家 你不可能在香港 香港在死 在香港是晶片又沒有,軟件又沒有 什麼都沒有 你連應用都用不到 你連你想接觸GPP APR 你猜之後會不會給你 不會 現在可能給你香港一段時間 我不知道這個具體操作 我不是香港的 那就是最後完全不給 一點都不出去 因為怕你中國政府玩東西 玩硬規矩的東西中國人最厲害的 那一次就告訴大家 中國人是這樣的玩硬規矩 應該之後會越查越厲害的 西方國家會越查越仔細 就是不讓那些 共產黨的人 不停地玩硬規矩 玩到 當然會造成很多嚴傷上的不變 但是會越查越緊 就不用說了 所以你說 你想世界回復正常 你想享受和平和你 滅了共產黨 滅了中國和俄羅斯兩個國家才說 我馬上這麼說 那好吧 今晚第一節到這裡 第二節 講AUK US 香港時間 12點 25度 我可以先講到這裡